好那个我们点我们的一个优势图对吧 我刚刚说嘛 然后就一个前色优势嘛对吧 那优势图行 那现在我们先点了一个sketch 啊对啊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那个times插入一下我们的图片 那我们的图片对反正就还是还是还是这样就好了 然后啊 啊人我看一下人们给他相反相反的角度了 哎 好像这样 还是这样 再这样1 好像不太冷呢 难道不行吗 我看一下180 啊 180 然后 然后 呃 270 也不对啊 0 好吧 那就反过来 我反过来的话吧好吧 这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到我真不知道他怎么倒过来这个 哎呀好那也反正遗憾我们的white wheel 反正就反过来的话呗 一样啊 呃 times sketch sketch picture 对了 再下来打一打对啊他应该是那边的我看得到对啊 哎你看这时候又反过来嘞这 这是干嘛嘞 奇怪怎么这180度了啊可哦原来点这个原来如此原来都是好吧 啊 刚刚存了 顺了啊原来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大概 哎其实看其实还是我比例招待是可以的哎 不要这么夸自己 有点有点害羞啊 然后大概这样子再再再说低一点吧啊 反正就是差不多啊差不多这样子 好那个我们打一下勾 好那我们开始换我们那个手柄嘛 那手柄它就很简单 其实这么这样子 我们只要把这个形的画就可以了 呃 比较难的地方在于说啊 倒这个圆角 我们需要时间来那个实验一下 他这个圆角到底是怎么样的 哎大多这个看反正它是有点小曲线这样子一个对 反正它是有点你看就有点小曲线 但是又不是很曲这种 其实画外观最怕就画这种啊 也是很讨厌画 他应该是说很讨厌画这种 就是说啊对反正就 然后再controll c controll v 把这个复制一根出来 对也是一样 这里我再垂直过去 那哎好吧没事我们再拉过来 然后再下来我们需要抽取一根线 那就抽取这根对 那零零啊反正也是一样 呃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是啊不对 我觉得他这个是曲面对对对那曲面没有关系我们 哎 看一下二是哪一边的 对再一边 呃然后呢就是反过来 嗯 嗯啊比对反过来那二肯定不够了我们就来个死死啊死那还差不多那就ok 这个只是说哪来就是说升进去了啊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的情况 哎 哎 再下来把对的线先给剪掉吧可以吧 这里啊 好那再下来我们需要哎点错了再来 这里 反正还是一样一个水平啊那水平反正差不多就行了这个反正就对好那一个也是一样多月的线一剪掉以后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这里把这个倒角给完成了啊那这个角我看一下啊 嗯 耶在在在意便 那这个事实肯定不够了50哎50刚刚好好我们继续 再来 啊 那这次肯定我过去30左右吧 32行差不多也可以 可以啊 再下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几个东西给他弄一个规整数啊 就是说这些东西给他一个限制25啊 再下来这里也是给他一个25 就反正他是规整的嘛 我们一样给他一个规整的数 再下来的话反正就是对 这样来下我们给他一个对 看下来 下来我们应该去 去探卷啊 不应该不是探卷啊 选错 脑袋抽筋了 那像这种线再跟这一条看一下 我看一下怎么去设定他一个怎么讲那个距离啊 那这个25 不对啊好像是有点我这里23吧 23加上一点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算是这个算是ok了对吧 那ok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拉伸 那拉伸我们这次是一个双向的拉伸 那我回去看一下这个 这木车应该有 双向拉伸那个 啊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他这个是 offset middle plane啊对 middle plane以后点下10左右两边的一个拉伸 然后不要没去哎 哦我又选错了 不要match result每次忘了就是忘了这个东西啊 然后左右10那肯定不够了 啊也不对 哦 哦 看一下哎 应该差不多吧 哎 看起来 看一下 貌似 貌似差不多 这样子 他早也没有个顶式的哎 那 好像也行吗应该 应该可以可以再受一点可以再受一点 40应该不行30吧 嗯这样子看起来差不多啊好那这时候我们先打个圆角啊这个圆角反正它是一个 这个看它是你看它是比较扁的一个圆角那我们这时候选择该怎么选的这样子啊 啊 osmetic你会看到对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它的高度和一个什么就是一高度什么我们都可以选的就说哎哎呀手机也每次点按的就说它一个高度和就是说两个面分别就是说你看这边我就可以这边很小这边很大能懂吧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等一个是1那这边是一个10 那看一下或者一个2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 看看哎打一下勾 哎这边好那这个这边转过去我我觉得够了那 这时候我觉得要在可能要在这样子 好那啊这样子对了好就这样子吧 啊一个5一个10反正就是这个是一半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再选上这个圆角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啊好像不太行没关系啊 你就啊 好那就只能说我们分开去做啊也也是一样反正就这么选 也是ok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反正这边应该是可以两个这么选了来又怎么讲而已 反过来 看来还是一个个啊好那就一样这样子再来 再来一遍 最后一遍啊 再反过点一下这个反方向啊可以再这样子 那行其实这个把手我看一下啊 好像当他那个看起来 好吧啊好那这样子应该算是还ok一点 然后再下来要倒最后一个圆角就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倒的话我看一下 这边打个8这边打个3 他反正还是一样这样子一个圆角啊 然后看一下 我两边啊看还是要再小一点一个小再小一点一个数字 那就 啊对啊可以可以 这一次的话我看一下应该是吧 嗯 好像不像 呃看一下五五太大3 3啊3明显太小那就是吧 好差不多这样吧然后如果你们觉得这圆角不太够我觉得 哦可以在自己调或者可以在调一调这样子 嗯对 看一下 好像看还是6 哦 好吧这样子吧就行啊 然后这里看反正就这个圆角怪怪的我就 哦 好吧反正这边没有问题就行吧 那就ok好那我们这样子 然后再来开始就是画这条边 那这条边的话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反正就是 哎怎么讲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一个body 那这是一个body对吧 我们还是要那个复制一个出来 呃 然后这样还是要那个我们先储存一下对吧 那这次这个储存反正就啊 你们看到其实就存在这 然后呢我就copy出来 那就123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给取消掉 对其实我想把这个给剪掉 你们能懂吗 就把中间块剪掉啊 好那个123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其实就把前面那部署给删掉就完成了 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啊 然后所以就把这里全清 好那这样子就ok了算是好这时候储存一下 那储存一下我们先把关掉 关掉以后 那储存完以后我们拖进去一下啊 然后yes 反正他还是问你们要不要一个什么样的pass 你就说yes 还是一样 然后这时候我看一下啊 有时候他这个人默认那个位置 我还真的不知道 说实话这个 啊行 好像这样子啊好对称了 那这时候我们打一下勾啊 然后打一下叉啊 反正就这样子 我们算是一个完成了 然后这时候 然后 呃选一下这个body 我看一下是哪一个body 这好 新的旧的好 那这这时候把这个给给那个什么剪掉 呃combine 然后再选择另外一个 其实就是这个啊 就是他啊 那上面这个我们选择他啊 然后选 呃 substract 好那剪掉以后我们再把这个给 呃 呃 好对 显示哎就ok了 那这时候该干嘛对还有这里我们倒个0.2的脚啊 在6反正他就会自己默认这点会比较麻烦一点啊 而且这时候他不能按yesyes就那个s去取消他 那就对反正下比较麻烦啊0.2 这下是ok了好 那这样子我们算是这个把手也有了 那我们再回去看 那就把 这个给 拆掉把开吧就这个部分啊 那就 也是一样好的又是我们的一个rightspring啊 又是一个 也是一样我会用最简单的最粗棒的方法去把它拆掉啊 当然你们有时候哪一个方法比较好啊不一定 反正就看你们自己需要啊 因为我是觉得说看情况有时候比如说要做那个什么呃 影片那我可能我还是会画细一点就说这个模型这个东西吧 就说你们想画多细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多取决于这个东西就 你想画就更多就真的是这个你取决说取决说啊你想画多细爱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这次哎呀我很机智 就 而不是说啊就差不多啊千万不要差不多这个真的不太好啊 好那个差不多然后这样子啊我差我也我也口误了 然后这次这样子我们我就我们就在旁边这样子画啊 反正就是 这样 然后呢再直的对吧 直的过去 再来 一条这样子曲线啊 我们可能就我我其实我我放在旁边这样子对对外话吧可以就不要方便啊 然后就这样 然后再来一条 然后也是一样啊 平行那只要一条对反正只要因为设定平行所以只要有一条他就可以那个另外一条跟着 这两条这两条这两个我要他垂直 再下来啊这条边我要跟他我要他跟这条啊 做一个好像不能平行是吧 或者这条呢 啊 不行没事反正还是一样那就给他给他标个角度吧 128 给他一个 行那这个还ok看起来比较大一点 他这个反正就是 也没有啊 尽量做起来 因为有时候我也找不到他那个逻辑点在哪啊 反正不要紧我们这样的话啊 再下来然后这时候这样子 这条线 这条线 啊 点多了 我们这样子然后这个我们给他一个二看看二肯定不够三 三好像差不多反正他是在这个圆上面然后再开始再变这样子啊 然后三 那三以后那就 这样子简单了这条跟这条啊 反正就是 你的碰对 这个我们就 哎 好那这时候我们给那个那个 啊 啊 啊对 Constant 然后再把东西的线给剪掉 这边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啊 这一条这一条啊 反正看起来应该差不多吧 好像可还还可以再继续其下一个再继续了又有要求的 那这次我这边是那个再继续我看到上面这个比较宽那就这样子吧 是啊行那就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 对你其实是可以拉长反正他还是会按着这个曲率来走啊 好那这时候两条线我们也有了对吧 哎再下来这一条线我们再来 看一下啊 这一条线我们反正挪过来对反正就这样子 这个我们给他一个数字可以吧 哎刚好吧那刚好吧我不用管他了 哎 最后我看看了啊 好那这样子算是ok了 好那再来再取这个线对反正这次0.2 0.2就可以了 0.1 一条 两条三条那 我这下另外一个方向的 四条啊 然后算是ok 那你这次就看到其实非常细啊反正就是 呃 反不影响的如果做设计我觉得不是很影响那这个我们先画的话再带个nose就说看哪里 哪里不对对吧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减掉可以吧 然后再来一次 再来 再点一下 OK OK你刚这样子就可以了 哎刚刚那个没掉行吧 没有关系 一样那这时候我们把它剪掉啊 I should cut 呃 然后这一次的话反正就是 直接full approve就可以了这次啊 all body keep all body 反正就是这么说啊就这样子很简单 好这时候其实也算是ok了那你看到哎 这一个我们波底又多了好几块你看到了哎又多好几块对的 但哎 等一下 好像有些东西我忘了 再回来 哎果然是我我漏了这个圆角 好好那一个我还是把这个圆角给倒一倒吧 哎两条 啊也没事有方法 我们就把这个圆角我们直接在这一道吧可以吧 在这个那我们这次选这个比较细啊 我们选择一个词 试会不会太大了 这一看 试肯定太大了他这个看起来不大 我看一下有没有操这个圆角哎没有操这个人讲心那就 5 来这边的话呢就是那多少你觉得对就是5.2那这时候其实就是5.2这样子5.2 对那因为你反正就加了0.2他就会自动这样子贴合 反正就圆角怎么就是这么计算过来的能看到吧很规整啊 这个也是5 这个也是给他一个5.2吧 应该是对好那就 就 再来一个5 好那你看到这样 你看 啊这是显示问题对的 那你看这样子我们把手也算是完成了那剩下最后的两个表篮的部分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那个后面的这个刻度啊这个化学真的挺费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个虎嘴对的 好的那我们开始来画我们的一个虎嘴部分 那虎嘴部分我们先回去看一下啊看到反正就 这个东西吗对吧 他是网上在推积的那 那 画法的话你看就外面一个片那这样子的话 画法 像他讲我会选择说有两种了一种是 怎么讲的那个我会放在那个后面一个面的教程上面去弄然后 现在呢还是一样啊 呃我先把那个文件先给啊我这样子 我这个我先储存一下 save 然后呢我再另存一个出去 呃另外一个123就好了哈 然后其实你们要懂得我想怎么画啊对其实就是也是一样然后把这个 虎嘴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给打开吧 那我不小心关掉了 我把这几个先打开一下啊 然后 还没打开吗 不要卡 好了已经打开了啊这个不要久啊 然后要我们先把多余的不要部分我们先给清掉把开吧 那这几个我们就那个 啊 delete body反正就 该删的都删了吧干脆就是啊我看一下这个是哪一个啊这个是吧那就下面这些全都不要了呗 那个delete body 对然后这样下来就算是删除掉了 那然后这个部分我们这样子弄的这个部分我们好多部分需要修改一下啊 120肯定不够我们要100我们要123 就所有的一个圆镜我们我们都需要加三这样子 然后 没错都会有这个问题所有的反正我们所有的炒入都必须得要加三对 那反正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这时候也是一样 那个 这个我我试一下自己改这个能不能改啊171对吧174 还可以那我们继续我们就回去一下 好然后第二个改了然后这时候改四条直线 嗯 可也是可好像也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50这个什么的对反正就是 这时候还是 哎呀这时候 对吧跟这个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这个也是往外挪又可以了 哎我掉了又卡了吗难道 啊下面那个三调是吗 这个我先往外挪一下 再贴回来 哎怎么 你看 我不要这个是什么问题你看每次我一动一点就 可能我觉得是那个我给他设定好那个数字 点这个点点就要线 然后 哎呀 P这个关系说时候跟来讲不是特别喜欢用因为用了这个你就定死了 然后 好 好然后就继续的反把这一四根线我们都这样子重复完成就可以了 也是也是样把这个给删掉 然后这两个选然后 嗯 嗯 继续就反重复就可以了 嗯 然后选的时候是那个用那个选那个什么空出键啊 好 记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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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 你看到接受线 我们对上的时候已经就可以了一个就是说怎么讲就所有东西我们一样可对回来对吧就可以东西自动完成啊 然后你看他现在说不如对所以说不如你看好像都对人回来的因为刚刚删掉的时候我们说不如在吗对吧 那我们只要你看到删掉也是一个步骤所以如果这时候你看 其实这样子你们就能知道说说不如多人回来对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知道是说我们就开始说话那个胡嘴啊你们懂得其实也是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款作加8 那这边那sketch导入一下我们草图先 打了一下草图草图的话反正就是 那这个图片我们已经有了 那这个图片我们已经有了 那这下来我们先把这个 对多余的部分先给我们先把那个啊不是先把内侧的这我们只要换内侧这个吧然后外侧那个都会剪掉我们就其实算是结束了对吧 诶可以啊 然后这两个是个平面那所以说啊我们等会画这个平面的时候会那个 这个圆角会比较小这个下面会比较大啊这样子才放出来说这边比较平然后下面圆角比较大这样子一个啊外观啊 然后这时候就对反正就一样呗 然后圆的话这样子 哎点好几下怎么又不行了 好那这时候搞定了 好然后呢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部分给哪一个对 风上 那风上以后呢反正就然后再进行个tangent再把多的线给剪掉我们需要这样子一个样子先 Tangent Tangent这一块是要一个tangent 也是一个tangent 然后这时候一个线我们给他一个规整一点数字吧 我们给他一个18吧 不是19吧 好这时候多一个线我们先给剪掉一下 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一个外观我们也有了对吧 哎但是这个外这个外形我们不要出口我要死心了我们最后再给他一个出口 开了 然后这里这样子我们算是已经完成了那我先出去一下 有这样子一个形 然后这时候吧对吧我们需要把那个 这个先给删掉一下我忘了不好意思 好删掉以后 我们先进行一个那个 拉伸 进进行 进行啊不是进行个投影 啊投影的话呢就这个 啊中间一个投影的时候投影然后我们选择这一个 coach curve 然后选择这个面 反方向 对其实这时候你们你们会看得到对就是一个 啊这样子啊已经投影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出来了对吧 那投影出来以后让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了对啊需要做一个那个 把上面的这个线给划了就是说虎嘴我们总 上面还有一个面吗我们把上面这个面给划了 好那上面这个面的话还是一样我们需要设定一个新的基础面 那当然你们最后的时候如果你们说想这个湖嘴进行修改 那还是一样只能说保留这个草图然后进行修改啊 保就保留这个文件然后进行修改那我就不修改了 因为这个东西他很需要很多神去微调啊对 然后这个时候下来我们就需要说一个比较直的一个样子 呃一个直的一个看一下 对一个直直的看一下 等一下 这个样子对这边一个直线 那这个肯定是大概这个位置对吧 但是这个圆了我们要这样子 对就是要他在在外面一点这样子一个圆形 然后突出一点就可以了因为你看他这里对反正都是会突出一点 那这个圆有我们没有顶势那我就我就目测一下他多大吧就大概目测一下 对反正就我看他刚才说了这比较小所以我们也不会很大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能就这样子 我们这时候在镜像一下 对反正就你懂得还是要 画一个这样子一个结构线 结构线以后吧对我们进行一个tangent 其实这个也可以用一个面来画了但是用那个面画 会出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先把实体画好吧 然后再用最后再用那个面来画 但是如果用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 习惯嘛也说用那个vano来画 对反正就是因为建模嘛 呃有些东西没地要我觉得是 呃除非你能把画了就是你除非你画那个模型有那个什么呃开模角度 如果没有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真的啊 呃不要画比较好这这真的是实话啊 那这个点我们选择我们这个点和这个点对吧 我们选择一个fix 而不是fix 我们把这个挪到这了 对反正这两个点我们让他去对准 这边也是一样他自动因为我们这边镜像的你看到反正就是 我这个我就不确定是不是显示问题了啊 反正应该是我可以来说的话 我的想法 谢谢大家